好,歡迎來收看我們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來我們看第一個朋友他說什麼 他說 川普都被他們打跑了 結果這些人還在怪川普 太可笑了 新澤西的卡車司機贏了 結果左媒都不報導 因為民主黨人號稱又找到了一萬兩千選票 已經對做票肆無忌憚了 有些人對我們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次他們沒有選舉舞弊 然後就是很不爽 對 那其實因為事實看起來 他就是沒有舞弊的這麼嚴重 我不知道有沒有舞弊 我說真的 我覺得沒有人知道吧 但是如果要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他既然舞弊了 為什麼不直接搞贏 因為他們兩個中間其實差的沒有很多 那你既然塞都塞了 你為啥你還差那麼一點嗎 我覺得就是有這個問題 你說有沒有小規模的 就是Shenanigan 那可能有啊 因為你沒有辦法保證任何一個選舉都是完全公平公正就沒有什麼 那裡面可能有一些小偷小偷動了 你說他有沒有大規模舞弊 我覺得沒有 因為有的話你直接就舞贏了就完了 你幹嘛讓他上去 我覺得最扯的是他每次就是這種他最後有獎票就是 最後找到一千兩百張選票這種東西 一萬兩千張 一萬兩千張 對這如果說很扯 對 你的投票箱在那個地方 對 然後大家在這邊投票 對 然後你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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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欸 又多了一個投票箱 你是 What are you doing 而且一萬兩千張票其實是還蠻嚴重的一個數字 一萬兩千張票有時候一整個City還不到一萬兩千張票 美國有很多小的城市只有住兩千個人 一萬兩千張的話算是一個大數字 OK 所以說他沒事就找出來這個東西 你這個樣子根本就是一個沒完沒了的一個 一個循環在那個地方 票在這個地方算完了就是沒有了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可以保持選舉公平的一個 以前投票 就搭去那個那樣投票就在那一天 對 你那一天過了的話 就不算了 就是過了你就當天到時間截止就是截止 有多少就有多少 對 就是你時間拖得越長 你就是作弊的可能性就越高 你就是給人家更多作弊的空間 就是 對 如果要是大選到天晚上 就是到時間就截止 那就是川普贏了 對吧 我覺得他說的一點都沒錯 他們為什麼只追著川普打 因為除了川普以外 他們沒有任何攻擊的方向 對就是你要攻擊誰 你說白人至上 總督歧視什麼東西 你就只罵川普而已 對 然後川普為什麼白人至上 說不出來 川普為什麼總督歧視 說不出來 然後他就只是因為 川普講話很討厭而已 然後他們就一直攻擊一直攻擊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四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愛川普這個人 但是 It's time to move on There is time for you to break OK Yeah We need better and maybe he will do good but we need to do good ourselves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放不下川普 因為他們覺得說只要攻擊川普就可以贏了 就跟我們那天影片說的那個一樣 川普除了是共和黨很大的一個吹票機以外 他其實也是一個民主黨的吹票機 討厭他的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恨他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你去問他們 他們其實說不出一個所以 大部分就說什麼他的頭髮討厭 他講話方式討厭 他很醜啊 他皮膚很橘啊 就是這些無關緊要的這個東西 但是他就是會讓這些人出來投票 那些人就是討厭他 所以說上一次那個選舉是不是有大部分的 為什麼拜登都不用出來 還可以有這麼多人投票給他 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別人 討厭川普 對 民主黨就是利用討厭川普這件事情 來得到這些選票 好來看下一個 後面說到投票的事情 中國人特別有在中國信教的人 特別喜歡把自己和麻煩 要開 宅開應該是 鶴開 準開 禍開 禍開 很可笑 當自己是和尚 如果上帝造人是讓人事不關己 想想上帝為什麼把人放在地上 想想人為什麼活著 我覺得他說是那個就是 特別喜歡把自己摘開 就是跟麻煩離得遠一點 對 那個字念宅 後面說投票 確定念宅嗎 對 也是一個姓了 就是有人姓的 是嗎 姓宅 知道這個字是怎麼念的請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對 確定 說不定就是月開 算了 不要給你自己機會降低自己的智商 在中國信教人 特別喜歡把自己跟麻煩宅開 很可笑 當自己是和尚 哦 對啦 所以就是很多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美國也是很多 基督俗的問題吧 或者是很多大家的問題 就覺得說 就是因為我我經常可能會在一些場合 就講說基督俗要參與到政治裡面 那很多人其實對這個看法是不同意的 他們就會說 哎呀說那個政治烏烟瘴氣 啊什麼分成左派右派啊 什麼分成紅的藍的 我們基督俗不不應該跟這些事情參和 好 但是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有一個概念 大家沒有很清楚就是政治到底是什麼 就是到底啥叫政治 你如果要說什麼一幫人只是罵來罵去 什麼在立法院裡面 像台灣立法院 什麼丟鞋子啊 砸椅子 那當然沒有必要參與 對吧 但是問題是他這個政治呢 是跟你小孩的教育有關 這跟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 那這個 政治好像聽起來是遙不可及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事情 對吧 政治的意思其實就是 很多價值觀還有想法不同的人 一起生活的一個方式 這個就是政治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取得一個中間點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 那麼左派為了要推行這個東西 常常就覺得說他就把科學放進去 你不要聽你自己講的 你不要聽那個我們聽科學的 那他們的科學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說什麼就是科學 像Dr. Fauci這個樣子 對 那麼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推翻這一個想法 就是左派說的東西等於科學 因為像Dr. Fauci說的東西 像Joe Biden說的東西 像紐約的這個 槍制管理局說的這個東西 他們說的東西其實一點都不科學 而且一根那個數據出來之後 跟科學還有常識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推翻 然後跟他們說你的東西不是科學 你如果說要達到你的什麼目的的話 你要聽我們這邊的意見 我們也有聲音 然後我們也有資格發聲 我們不是說你只要不同意的話 你就是反科學 這個樣子是非常非常一點都不政治的 這樣就是一個獨裁的一個想法 上帝造人是讓人事不關己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 神在聖經裡面跟基督徒講的事情 並不是說讓我們只是在什麼 神的殿裡面只是這樣而已吧 就是我們也要走到世界裡的牢 對,沒錯 我覺得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基督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傳播音 然後這個聖經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傳播音 因為這個是神說的 所以是對的 這個樣子好像很獨裁很霸道 但是其實如果說 你自己去看正經的法律 還有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常識的 你不要去扭曲裡面的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要表達只是這個東西而已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在扭曲這個東西 連男的跟女的都搞不清楚 連你的性向都可以搞不清楚 然後連你的小孩能不能當種族 什麼叫做種族歧視這個東西 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很多這些東西 從高等教育下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想法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然後把我們交得越來越confused的時候 然後他說他們完全都是正確的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起來 然後把基本常識 如果你不是基督 如果你不在乎聖經裡面的律法的話 你至少要把基本常識都說出來 然後要把正確的價值觀傳達出去 那對你什麼叫做正確的價值觀 正確是基本常識 然後你要自己去想 你不要一天到晚聽 什麼YouTube上面某個教授說 什麼說什麼說什麼的 想想人為什麼活著 你如果說你知道這個樣子的道理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說你為什麼要活著 絕對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然後過你這樣子的生活 然後生兒育女 然後年紀大了去養老院 對 不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生命中 有一個purpose在的話 你覺得你的生命中 你應該可以有什麼作為的話 That'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needs to think about 對 好來下一個 這個朋友他說 我覺得你們節目的觀看數 絕對不可能那麼低 你們被打壓的太嚴重了 我也這樣覺得 其實我也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節目都還不錯 為什麼會觀看量這麼少 可能有的時候只有幾百個 或者什麼的 就是有時候看到這數字 就覺得說還蠻傷心的 然後禱告的時候就會問神 就說怎麼會是這樣呢 就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一方面有可能是說 是有存在被打壓的情況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 我們去那個best buy 然後我們的視頻被看不到 但是這個 就是你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講 我們不知道具體的數據到底是什麼 就是什麼樣的人群看不到我們的視頻 然後或者是有多少人 就是這個中間 他對我們影響的佔比是多少 我不知道 對 但是有沒有影響肯定是有影響 但是只不過佔的比重是多少 不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有可能我們節目的觀看數 有可能就是還蠻低的 你覺得為什麼第一 我覺得為什麼第一 就像我們剛才不是也討論嗎 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是把這些跟基督教的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很多人他是 就華人吧 你說他是純正的保守派嘛 也不見得 他只不過是有點憤世忌俗 就看說現在這些事情都太誇張了 所以他選擇站在保守派的這一邊 然後但是呢 他如果要是一看我們頻道說 這怎麼基督教信教的人說的東西 那我不太要聽 我還不如去看一些別的政治頻道推行的東西 所以他就會看別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頻道 可能主要吸引來的很多是基督徒吧 是講政治的基督徒 這個樣子 我也覺得因為我們的是相對小眾的 對 就是講政治的基督徒 那首先 我媽從小跟我講的東西就是 政治不要講 你如果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的話 政治不要講 真的啊 對 然後就宗教不要講 他說講這兩個就會傷人 我媽從小跟我講 為什麼 就覺得說這幾個是敏感的話題 哦 是啊 對 在中國是不能講政治 你懂的 那宗教呢 沒人講 因為中國大部分都是什麼無神論 就是你知道 只有稍微年紀大的人 在中國的宗教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好像很有地域性的 在東北那邊 就會跟你講一些什麼蛇啊 無力啊上身啊什麼的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就很邪的那種東西 然後很多人要不就去算命 就等等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才會在意的事情 那年輕人誰會講這種 對我來講 我會想要去了解政治 就是因為我先了解了宗教 而之後 我才真的覺得說 宗教其實是跟政治有關 特別是你看完聖經之後 聖經每一本書都是在講政治 對 就是聖經裡面每一個講說 王怎麼樣欺壓人 然後王怎麼樣帶領一個國家 然後王帶領一個國家之後 人會怎麼樣 然後人 因為這個王壓迫 然後神怎麼樣帶領這個人得到自由 整本聖經都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說 宗教跟政治 原來在基督教裡面 應該是息息相關的 不應該有任何一個人說 我們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不要在乎政治 你這樣的話你就變成 跟耶和華建政裡面去打仗給我們那些的人一樣 就是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信什麼 那他們就是相信一個 就是想擠進14萬4千人的那個名額裡面 然後 對 然後他們也沒有要去改變世界 他們 就是你問他說 你們傳教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他自己要得救 對 那我們傳教的目的 我們 哎呀這個是個好自私的想法 好自私喔 就是你每天好像很竭力的為神做工 但其實你就是為了自己爭取那一個名額 能夠今天很好 然後你傳福給那些人 他們能不能進來 是他們的事啦 對 那我只要做那個 那我們傳達基督教的價值觀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可以有一個道德的基礎 還有價值觀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節目一定會把基督教的宗教價值觀 放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對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一個宗教 沒有一個比我們人還要高的一個智慧來去掌管 或者是來去審查這一切的話 如果說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基礎來審查一件事情的話 就完全沒有審查這件事情的意義 對 就像說墮胎可不可以 然後同性戀怎樣怎樣怎樣 那可不可以 結婚之後可不可以劈腿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 對就是這一切大家好像良心裡面都會覺得說應該是不可以 但是為什麼不可以 就是原因到底你不能說你感覺 那他們感覺我們可以 那你誰的感覺倒是對的 對 就你感覺我感覺他感覺都不一樣 對 你生了小孩之後 生出來囉 你能不能把他殺掉 對不對 他是你的小孩啊 你給他生命啊 如果說沒有一個神 如果說沒有一個 他為什麼是個獨立的個體 就是他為什麼應該要有自由 如果你沒有一個神的話 那你這些東西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沒有而且沒有討論空間 為什麼伊斯蘭教可以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 女人就是property 女人就是男人的property 女人就是沒有自由 他們的神這樣子告訴他們 那麼我們的神是告訴我們所有人說 我們是可以得到自由 然後我們是有義務要去把這些東西傳達出去的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的觀看量會這麼低 就是因為很多的人不願意去 在這個標準上面生活 所以說他們不願意去看這個 他們只想要覺得說 我有參與到政治裡面 然後呢 這個政治人物說什麼 我不同意 我同意 所以說他們只願意去看那一些的東西 那第二個我覺得 我們觀看量為什麼這麼低 就是因為 我們講的不是中國大陸新聞 也不是台灣的新聞 我們講的是 美國的新聞 美國的新聞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這個真的是沒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在美國這個地方的話 你至少你是以一個 共和黨還有民主黨這個東西 你是有一個善一個惡人這種東西 這樣可以看的 所以說你看到就是 美國的所有左派跟右派的價值觀 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example 然後是大家可以去看的 然後這個東西還是值得去討論的一個政治 對 而且是非常值得學習這樣 而且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政治形態 我們把聖經運用到這個裡面 去分辨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如果你要說在中國或者在台灣的話 你可能很難做到這一點 對啊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以一個 自己政黨的一個心態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你看台灣跟中國大陸 其實他們民進黨跟共產黨 他們的政治方向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人民把權力給我們 你們不要想這麼多 聽政府的就好 你們不要做這麼多 聽政府的就好 你們會被欺負 你們被老闆欺負 然後政府幫你們 如果說是以美國的角度去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 好人的一方 然後符合聖經的一方 跟不符合聖經的一方 如果說中間沒有一個 法律在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們沒有用法律 一個神的律法 來去檢視這一切的話 那就是你說什麼算什麼 我說什麼算什麼 一切所有的法律 政府規定的法律 全部都只是 我認為怎樣怎樣 跟你認為怎樣怎樣 我認為不可以殺人 但是你認為可以殺人 我認為強姦不是好的 你認為強姦是好的 這樣子的東西 是不是有國家 強姦是合法的 是有的 是不是有國家 殺人是合法的 是有的 就是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majority rule 我們大家都覺得 殺人是好的 我們大家都覺得 強姦是可行的 我們大家都覺得 sacrifice 小孩是ok的 這是我們的宗教 我們可以下骨 很多政治人物有特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我比你好 然後我掌控國家的資源 所以說我覺得你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是有神的律法 下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的話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的power 還有它的想法 是多過於我們的想法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的這個頻道 就是要把神的律法 還有我們現在的生活 做一個combine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頻道 觀看點閱率比較低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很多人沒辦法接受神的那一套東西 因為神的那一套東西 別人覺得信神的人都是神經病 然後信神的人都是腦子不清楚 信神的人沒有辦法自己做決定 信神的人我不知道各位可以告訴我 你們遇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對或者是要是有無神論的朋友 但是有在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也歡迎你在下面跟我們留言 跟我們講說你對這些東西 到底是什麼看法 但其實說實在話了 如果要是沒有神的律法 沒有基督教作為根基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談民主 因為人根本就搞不出來民主 如果離開了神 誰告訴你的民主都是假的 他們到最後殊途同歸 到最後全部都會變成集權制 這個是一定一定的 所以如果生活在美國的大家 不管你是信神還是不信神 你如果真的想要這樣一個民主 你如果覺得說你的身邊是重要的 你如果覺得你來到這一片的土地 你就是為了逃離專制 那你就應該去信主 因為除了這個方向 你沒有任何別的辦法 如果你沒有神的律法 你就根本沒有任何的必要去談民主 如果你要是在那裡支持 你支持的東西 只是你認為是對的 這個道路就會走向核心 一點那個別的可能性都沒有 所以離開了基督教的民主 不叫民主 不管是在哪一個世界 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 只要這個民主 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根基上的 不管建立在 你把基督教換掉任何一個其他宗教 不可能 全部都是走向核心 所以這個是唯一的一個道路 這也是唯一一個能夠抵擋左派 能夠分得清 左派到底要幹嘛 這樣一個唯一的道路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說什麼都是白說了 沒有用了 那我們兩個只是在這胡說八道了 我們只是跟別的任何頻道沒有區別了 他只是告訴你說 他認為是怎麼回事 他可能就把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 或者是亂七八糟的一些分析的想法 來告訴你的 這些東西沒有必要去聽 因為他沒有一個根基 他只是一個人的想法 在那胡說八道 那也是浪費時間 也是給大家打一點什麼 某層層面上面的機械 但是對現實生活 完全起不到任何指導性的作用 所以那種東西沒有必要聽 當然我們希望把頻道好好做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來聽到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區分左派跟右派 然後你要怎麼覺得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你有一個分辨的方式嗎 你這個分辨的方式不應該來自於川普 不應該說 川普說什麼是對的 什麼就是對的 川普分辨的方式是什麼 川普分辨的方式就是聖經 就是神的話語 這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川普沒有聖經話語他也分不清楚 他也搞不懂 那你說川普是人總有死的一天 對不對 如果川普哪天不在了 那你分辨的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川普還有兒子還有女兒是吧 就是一般看川普說什麼就是對的嗎 然後川普說什麼就是對的嗎 No 分辨的方式不應該 依賴在川普家族上面 也不應該依賴在任何什麼 你說左派的Dr. Fauci 或者你認為Ren Paul 或者怎麼怎麼樣 分辨的東西都不是他們 你要去看他們是靠什麼東西分辨的 Yeah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也可以看了這個 你就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錯的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同意這個做法 因爲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你就全部都搞得懂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Yeah 那很多人會說什麼 像說Q他也括聖經啊 為什麼要自己去讀聖經 因為就是神經病 他們會拿一段經文 然後就說你看怎樣 我們最常聽到 聖經支持共產主義 支持社會主義啊 你看使徒行傳怎樣怎樣怎樣 你去看前文跟下文 之後他們怎麼樣 你就知道說聖經不是支持共產主義 這就是斷章取義啊 你不能說拿這一句話 你就說怎麼樣 像羅馬書十三章 哎呀被太多人驅解啊 你不能光看那句話 所以就說為什麼呢 就說你就當基督徒 還不是一件簡單事呢 對 你不能說我每天去教會 我就是基督徒了 然後每天説經 我就跟著教會的讀經信 我就讀這麼一講 不是 你這個東西真的是要花時間去研究 然後好好的研讀 比如說你把這個看過了 就過了哈 是吧 就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 會講聖經的人 他講的東西就一定對 或者他會講聖經 他講的東西就一定是符合聖經真理的 不是這樣的 聖經裡面跟我們講了 有很多的假教師 假先知 你看到他們就說這個人好像很敬錢 他經常高舉耶穌什麼什麼 不要去看那些 這個當然分辨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自己要去明白真理是什麼 你自己要去尋求這個真理 才不會被這些東西騙 不然真的就會被騙得團團轉 所以說我們這個頻道才會一直把 聖經還有政治結合在一起 然後才會這麼少的人看 因為很多想要製造基督教的人 不喜歡參與到這支裡面 很多喜歡政治裡面覺得說要是政教分離 然後宗教離得越遠越好 但是如果說這兩個東西完全沒有關係的話 如果你的政治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宗教 沒有一個權柄的下面的話 你這個政治就是人說什麼是什麼 就說人質了 對 如果說你的宗教是沒有政治元素在裡面的話 你信的話 你都沒有必要去改變任何東西 你就變得跟耶和華建政人 你就當和尚就好了 說實話 你就上山你們基督徒願意信徒的 你就上山找一塊地方 這山頭都是你們的 你們往那山頭上就跟那好萊塢是你們的 立個十字架 對吧 就是說上來的人一個人給五塊錢什麼參觀費 你們就在天天上面就在敬拜就完了 各位可以想一想就是 像中國的宗教全部都是你們在山上 你剛說過一個重點 道教在山上 每一個人都要去很遠的地方成仙 OK 但是有史以來 教會都是在市中心 是 教會都是在人最多的地方 你一個村在那個地方 他們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聚集的方法就是一個教會 教會 就是這個東西代表我們全部 然後這個東西代表我們所有的價值觀 那麼如果說你把美國的政治跟美國的宗教 割開 然後徹底切割的話 那麼美國就不是美國了 所以說我們要傳達的一直以來都是這一點 就是把聖經的原貌 用現在的新聞帶出來 對啊 所以歡迎大家繼續觀看我們的節目 也歡迎大家分享 不用害怕 因為你分享出現了 哪怕你分享給一些不講政治的金服 他們看完了我們的節目 火冒殘障 對 基督徒怎麼能講政治呢 兩個年輕人出來丟人現眼 沒關係他們罵的也是我們 然後如果說你要是給一些 比如說非常支持保守派的朋友 但他們不是基督徒 也歡迎你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支持的根基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支持這樣的東西 好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給大家 再分享一個非常非常好看 我是真的百看不厭 我覺得那個劇本寫的太有意思了 而且配音也太有意思了 因為配音的人我們都認識啊 所以我們這個感覺特別好笑 就是這個神奇傳播給我們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短短的這麼一兩分鐘的時間 就把很多沒有信主的人 他那個疑問呢 就給解答了 我原來沒信主的時候 我要看著這個 我相信我信主的更快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接下來請大家來欣賞這麼好看的小動畫片 拜拜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一天下午 王明和阿妹在大學的巴士站等車 阿妹問王明 欸 林哥啊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什麼事 請說 前幾天 我參加了一個長輩的商禮 他是個基督徒 他的商禮跟我從前看過的都不一樣耶 哦 有什麼不一樣啊 從前我在香港哦 我看過的商禮 都是披麻待笑 哭哭啼啼 還要有和尚 道士 念經 超度投胎 怎麼辦 頭妻招魂的 英氣深深 好嚇人耶 可是這次這個長輩的商禮 有教會的唱詩班來唱詩 家人 緬懷親人過往 還有牧師講到 安慰家族 將來在天堂 一定跟這位長輩在商會 聽完之後 感覺好溫馨 好感人哦 因為一般人認為 死了就是永別 沒有再見的希望了 所以會感到痛苦 又擔心親人轉世投胎不順利 會不會成為孤魂野鬼 在陰間 會要下地獄受苦 所以要找道士 和尚 超度念經啊 是啊 我真的很困惑 我常常在想 我過世的爺爺奶奶 到底去哪裡了 現在是住在我們家 客廳供奉祖先的牌位裡呢 還是已經轉世投胎 成為英國baby呢 因為他們生前 就一直想移民英國 哈哈你別笑我了 哈哈 是你自己先叫的呀 基督徒的喪禮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聖經的應許 信上帝的親人如果死了 就像是睡了一樣 再醒來 就到了主耶穌那裡 基督徒的喪禮 被稱為安息禮拜 表示我們的親人 只是希臘地上的老苦 回天家休息了 對於基督徒家人的離去 雖然也會捨不得 但是知道將來 是要再添加團聚的 喔 難怪 基督徒的喪禮 就是那麼的不同 讓人充滿了盼望 呃 我的巴士來了 明哥謝謝你 下次有問題 再找你喔 別客氣 下回見囉